對那如果你按下去 南寮渝港那如果你還要再往下 南寮渝港這邊是不是要多一個箭頭 那如果假如招入溫泉要向上的話 那你就再把箭頭換一下那怎麼做最快 基本上的如果你有做一個之後有沒有 其實 當然你如果往下再做可不可以可以啦不過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直接乾脆複製 那一段程式碼貼到應該放的位置就好就搞定了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功力的話 你看就重來再做一下 OK啦不過我教各位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那我建議是游標放這裡 或者你把這個NAS選取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原始碼的位置 基本上他一定是超連結的頭 AHREF 一直到斜線 這個是 剛剛那個按鈕有沒有那個小按鈕他的 完整的程式碼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Ctrl C 再來移到哪裡呢 移到下方的 Hong這個地方 就南條漁港的點下去 那他就會移到什麼 Hong的 Hong的旁邊 你就再 點這邊他實際上會自動 跳一樣原始碼的位置 再點這邊一下 游標的位置有沒有 其實就是 結束這個是Hong的位置 他的旁邊 把他Ctrl V貼上 然後呢改一下移到哪裡呢 移到 Page 3 對那一樣 那就 如果你在點回南條漁港的話 那這邊就有一個NAS 好 然後 一樣的方法 海參 屏 然後 游標移到這邊的 Ctrl V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剛剛是 應該是3 這邊改成4 然後 再向下 一樣點擊 這個NAS就出來了 那一樣的方式 那這個朝日溫泉 Hong的位置點一下 再到這邊把它貼上去 那他回到 Page 1 E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箭頭要把它改成向上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把D改成U就好了 U就up 把它改箭頭向上 那最後再把它save Ctrl加S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完成的 結果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來看一下 預覽一下 那一樣 我們如果說輪波 點擊的 Hong跟這個箭頭向下 向下 向下 這邊最後一個對不對 變向上 就這樣子 所以呢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做出兩個 以後其實你會發現 像很多App都固定 像那個你們如果有在 常常開高速公路一定會下載那個什麼 e-tag 不是有一個嗎 其實他長的就也類似 只是他的圖是自己做的 而且他的做法上也是跟這個 這個蠻等於同的 OK 好了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謝謝大家